一般在仙侠剧中主题设定都离不了女娲后人这个角色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仙剑系列 而这些女娲后人无一不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在仙剑系列的设定中女娲后人是人与神混血 属于半神半凡 不过在血统上她们依然属于正神 虽然女娲族被天界称为妖魔 被中原人民视为邪魔 但她们是苗疆人民信奉的神族后裔 她们秉持着女娲遗志 师代守护着苍生是位大地之母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女娲后人们 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子萱 她是所有女娲后人中武力之最强的 但她也是所有女娲后人中最自私的存在 她一心只想追求自己要的美好爱情 其他的视角都可以放在一边 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子萱修了三十 每一世都有圣姑祝她复活 是休息时间最长的一位女娲后人 说子萱自私是因为她只顾儿女情长 不顾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 尤其是在她生下轻儿以后 不但一眼都不看她 甚至还要求圣姑用水灵珠将刚出生的轻儿封印 只为了保持自己的年轻 由于一直被封印着 导致轻儿无法正常的长大 在设定里 女娲一族的寿命是永生不老的 可是如果她们繁衍后代 就会和普通人一样 飞去神体 灵力也会慢慢减弱 逐渐衰老 最后会因灵力衰竭而死 大概是子萱找寻了三世 最后发现谁都不是顾流芳 所以她决定放过自己 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 让轻儿也可以健康的长大 而她自己也顺其自然的老去 第二位女娲后人 自然就是子萱的女儿 轻儿 由于当年被子萱封印在水灵珠里 无法正常长大 而且子萱在死之前 把自己大部分的功力赠予了徐长青 助她成仙 所以轻儿并没有继承子萱的灵力 实力就会弱很多 轻儿可以称之为最惨的女娲后人 除了成为子萱爱情里的牺牲品外 还被两个男人辜负 五位女娲后人的结局都是怎样的 轻儿为何会被称为最惨女娲后人呢 当初子萱为了集起五灵珠 封印索妖塔 不得已交出了轻儿体内的水灵珠 而轻儿后来得到了圣灵珠 才能正常的成长 长大后的轻儿 为了天下接受了巫王的提亲 可她终究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自然也会向往纯真的爱情 巫王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所以轻儿决定下山游离 在这个过程中 她遇到了一生挚爱见圣 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河 为了她 轻儿甚至放弃了与巫王的约定 也放弃了女娲后人的责任 可就在他们成婚之夜 剑圣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点化 抛弃轻儿回到了属山 找到了自己的道 轻儿经历过一段情商后 选择回到南昭国与巫王成婚 婚后生下了灵儿 本以为轻儿能因此得到幸福 可那个口口声声说着 爱她一生一世的男人 却因为半月的几句话 误会轻儿是妖 在万民的逼迫下 也趁机放出水魔兽 逼出了轻儿的原形 坐实了轻儿是妖的传言 轻儿对此深感失望 可为了南昭国的千万百姓 轻儿还是决定与水魔兽对抗 最后轻儿牺牲了自己 将水魔兽镇压在了湖底 第三位女娲后人赵灵儿 一部《仙剑奇侠传》 让赵灵儿成为了很多人的白月光 直到现在回看这部剧 依然会为赵灵儿的结局流泪 她是女娲族人与人类所生的女儿 在电视剧中 对她的设定是南昭国公主 一直与姥姥生活在一个叫 新灵岛的地方 后来李逍遥遭仇人追杀 无意间闯入了新灵岛 结果与灵儿两亲相悦 在姥姥的安排下 二人拜堂成了亲 可惜才刚结婚两天 拜月教的人就破开了新灵岛的阵法 抓走了赵灵儿 还是在李逍遥的帮助下 灵儿才逃了出来 可是灵儿的苦难才刚开始 不仅李逍遥忘记了她 她自己也因为身体的缘故 变成了人头蛇身 一度被人们认作是妖怪 就连她最爱的李逍遥 也曾拿剑指着她 女娲后人的结局各个悲惨 有谁没有为她们流过眼泪 赵灵儿又是多少人的白月光呢 灵儿为了肩负自己肩上的责任 随着时长老回家见自己的父亲 可是在途中被认为是妖关进了索妖塔 由于灵儿当时怀有身孕 所以无法维持人形 好在李逍遥记起了新灵岛的事 把灵儿救了出来 在祭拜母亲时 灵儿担下了拯救苍生的重人 最后她耗尽全身力气 在李逍遥的怀中死去 灵儿这一生过得实在不算太甜 她所遭受的一切都是人类带来的 最后却要为了人类付出自己的生命 仔细想想 还是会替她感到不值 第四位女娲后人李逸如 她是赵灵儿和李逍遥的女儿 天生就具有强大的灵力 李逸如平常古灵精怪 对于其他人都不设防 喜欢结交各路朋友 随着李逸如的成长 她遇到了此生之爱 韩中西 经过种种苦难后 两人结合在一起 生下了小蛮 小蛮因为是女娲后裔的原因 想要活下来的话 就需要李逸如的灵力 所以李逸如将自己全部的灵力 传给了小蛮 自己则平静地等待着死期 最后一位女娲后人小蛮 因为她是李逸如用生命换来的 所以从小就有着一头红发 她是赵灵儿和李逍遥的孙女 由乌越神教的掌门海棠夫人抚养长大 为了寻回土灵珠 和找到勤古的制作方法 踏上了中原 在经历种种的磨难后 小蛮逐渐担负起了女娲后人的责任 以水灵珠为媒 运用补天之术 帮助魔戒骑水 修复夜叉足 拦着整个魔戒的大地水脉 为了对付静天脚 爆发了女娲之力 献出蛇身 但由于体力不支 最终阴倒在地 不过这场战争 最后由她的朋友和敌人运石俱焚 宣布终结 小蛮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个 得以善终的女娲后人 这些女娲后人 就像是女娲留给人间的祭品一样 所有人的结局 不是生意就是死别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不知道她们 会不会依然愿意 承担这样的责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啊